南投淡机场被检验出有急流感病毒 现在已经确定是低病原性 不过防治所仍会持续进行管制监测 瘦肉鸡事件持续发烧 斗南镇农会举办国产牛肉品尝会 县府也建议民众可以选购 有云林县福岛认证的安全肉品 台中太平琵琶节打响名号 现在更一举打开外销之门 到底农民在栽培管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锁定今天3月20号的中台湾生活网 我们将带您到产区来探究竟